如果有人故意借钱不还你该怎么办 永和有一家彩券行常常有一名熟客上门来包牌 每一次包牌都是一两千元 有一次这名熟客因为被人跳票拿不出现金 老板想他常常来搞官 没关系就给你开支票 结果跳票了多达五十万元拿不回来 彩券行老板不甘心告上法院 法官以和解来劝说 结果这名客人被判刑六个月 可以一颗罚金一天一千块 换算这名客人等于是被罚了十八万元 但是彩券行老板被欠钱的五十万元 还是没有拿回来啊 经营彩券行的许老板说 别说赚多少钱了 几乎只能收支打平过生活 经过一名熟客欠他彩券钱五十万不还 害他负债 已经欠牌欠一点多了 所以你还蛮消息的 对 几乎每天到他店里包牌 这名熟客还开支票 半年来累积近五十万元财券欠 结果跳票 许老板找对方签下还钱写一书 对方后来也没还 地址联络电话还乱写 他提出诈气告诉 却被法官劝和解 一到二省只讲到三句话 刚开始是我不相信他会换钱 然后再来就是我愿意和解 然后再来就是加重刑责 差不多就这三句话而已 结果那名熟客一诈尸取材被判刑六个月 可以一颗罚金一天一千块 以他上面六个月来讲的话 才十八万而已 那他住了十八万以后 然后他就避不见面 那我的五十万 我根本就要这样被告回里面去 那我就变成说 我去跟银行做那个信用贷款 刮刮了欠那个同学的钱 把他还给我同学这样 被法院判刑 被告竟然可以用罚钱逃避牢狱之灾 但当事人却一毛都拿不到 这公平吗 十八万那是缴到国库 不是还给被害人 刑事案件判有罪确定 不代表民事案件 你就可以拿去做强制执行 这完全是两件事 我们拿到民事确定判决 我们拿到债权平证之后 确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债权只能做不断的 五年五年去焕发那个债权平证 一旦我查到这个犯罪人 他最后是有财产的 我就要赶快去查询他的财产 原谅我自己以前的过失 两度下跪的杨瑞人 国庙案中炸带116亿 创国内犯罪所得之罪 关了13年出狱 尽管侦办过程追回一半金钱 但中间有亏损30亿落差 法院要判他当成罚金 缴给国库 这不一来对受害的 国庙正确公平吗 法官检察官被害人都要懂得 如何去欠负被害 是真的个犯罪 而且也能让被告的钱 不要去土地落魂 就是真的马上请求 希望你欠负被害人的 这些犯罪会离伏 就是共同的 我们必须要把钱给人 真的让这个被告的权官 更是没有失忆了 同样欠钱不还 受害者一个是公司 一个是个人 我在告明示诉讼之前 先提起假科拉师 我们觉得最快 可以保障权益的一个方法 对 那如果是在刑事案件的话 我们就是要请回前来 刚刚去动作 他的犯罪责任 对 我们如果这两个动作 都来不及了 其实确实 是有可能犯罪责任 是有犯罪责任的 那么对于欠钱不还的 控告刑事 最后是抓去关 告明示才可能把钱要回来 最重要的是明示诉讼 要赶快去起诉 对 因为不管 你不要情权行为 有短期时效 你不要几次家庭的话 也是要赶快去时效面起诉 我们是本案 一定要先拿到你的债权 你到时候 去做强制行才有益处 就是因为熟人 才会不好意思 或爱有人情 借钱给对方 如果因此受害 伤贤又伤神 这些法律知识 你应该要懂得如何自保 其实借钱给别人 就是一种风险 当真的发现 要不回来了 提出诉讼 除了赶快提假扣押 这是最快冻结 对方财产的方式之外呢 诉讼之后 会拿到一张债权凭证 只要是对方名下 有财产 或者是工作 有薪水入账了 你是债主 就能够优先被偿还 就能够优先 就能够优先 就能够优先